我還採訪過一個真的好慘的 他本來就是手汗 他本來是手汗 因為他覺得手汗很麻煩 就是他打電腦的時候 整個鍵盤都濕噠噠的 所以他旁邊都有準備好幾條小毛巾 這樣邊弄邊打 最主要是每次人家握手都很麻煩 因為握完你看到人家的臉色 就會覺得非常不舒服 所以後來他去做手術 後來他說他手術之後 他真的覺得痛不欲生 他說為什麼 因為他說他的汗線轉移到哪裡 他的代償性出現在下半身 他說你知道嗎 他一定要換三條以上的內褲 不然他整個會濕到 連裙子都濕掉 對 就是他說真的不知道 真的該怎麼過下去 一天一個女生 一天要戴三四條內褲出去換 所以這種代償性的問題 它一定會發生嗎 現在醫學上統計 如果說你是抑下多汗的話 用膠感神經切除的話 大概五成以上會產生 代償性流汗的問題 所以他們就開玩笑說 以前比如講手汗 你以前要戴好幾條手帕 結果代償性流汗出現以後 手帕不用戴了 變成要戴內衣 對 它會戴長到腹部 到大腿這邊 變成下半身會容易有多汗的問題 可是沒辦法解決 因為五成還滿… 機率滿高的 這個一旦發生 你就像想回到原來的狀況 都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地方 已經被電燒破壞掉了 而且像我自己就有輕微的手汗 我真的覺得這真的很困擾 可是我一看到這個想說 一點都不困擾 真的 而且你知道通常性微有了手汗的問題 我們雖然不一定有味道 但是有時候你有沒有發現 只要一下天 就覺得整個腋下很容易濕一片 因為它就很容易流汗 就非常地麻煩 只能用止汗劑 所以止汗劑 或者打肉毒會有一點點嗎 我這樣要講 事實上 因為這個沒有味道的困擾 我們剛剛不是也提到 肉毒甘菌 它是抑制汗水的分泌 這樣的話是最好的選擇 但是這個要注意打的時候很痛 如果是打在手掌或腳掌 打的時候非常地痛 所以這個是要做一點麻醉 才不會那麼痛苦 事實上如果一次的治療 能夠維持四到六個月 對一些 因為這個問題 長期困擾的人 對他們的打開是很重要 像我有朋友也是手汗很多 就是說開車的時候 都要拿毛巾有沒有 墊在上面 不然會滑掉 一整個滑掉 所以他去做了手術 結果變成 也是變成針龍頭 整個一直冒汗 很困擾 所以到底要哪裡流比較好呢 對啊 而且其實大家知道 有一個藝人古具機 它是嚴重到手汗是 那個手伸出來 是整個水會滴下來的那種 對 他就有提到說 他從來不去學樂器 像鋼琴、吉他 這些東西他不能碰的 然後他有一次因為拍戲 藝人拍戲有手汗的問題 非常地痛苦 他說他要抱林心如 拍那個環珠格格的時候 有一場戲就是一個公主抱 感覺很簡單嘛 男生把它抱起來 不行 你知道他一抱起來 大概只有一分鐘 林心如的衣服 已經有汗漬了 因為我們想像的手汗 好像就一點點汗 不是 它是像水龍頭一樣的 那個水會冒出來 要一再擦 一再擦再上去 他說他非常困擾 他困擾到有一次 他要開這個演唱會 每一次要有些舞者 跟他接觸的時候 他都不好意思 因為手汗症的人是一碰 你這個地方就開始流那個水了 結果有一次有一個舞者 一個混血的模特兒 很漂亮叫Mandy 結果他們兩個人 一接觸手一握在一起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那個水直接滴下來了 因為這個女舞者 也有手汗 也有手汗 這麼漂亮 也有手汗 然後兩個人就貼雷勾動地 我就你也有 同病相連 問題是兩隻手握在一起 那個水龍頭一直滴啊 好慘喔 怎麼那麼痛苦啊 後來他們兩個有在一起嗎 對 這我就知道了啦 但是那個痛苦非常嚴重 剛剛講那個代償 早期小S也是手汗的問題 他有提過嘛 那個不敢交男朋友 因為男朋友只要一握那個手 女生都是那個汗 所以他做過這個手術 他說寧願這個手上的汗 移到腳 聽說是腳掌的地方可以 可是那個腳掌的地方 你要想像 會腳臭的要命喔 那鞋子會很滑 大家都知道小S腳很臭吧 就有代償的問題 那總比那個手臭好吧 對 但是你也不能預期 你會轉到哪裡去耶 對 不能 因為你手汗解決 你也不知道你轉到背 或轉到哪 就沒有辦法時間知道 你不知道嘛 不能控制 像如果你轉到鼻子 它一直滴水怎麼辦 但是剛剛妳有提到說 有的人是全身流汗 那個有時候不是多汗症 那是甲狀腺抗菌的關係 甲狀腺抗菌 它有連臉都會多汗 所以要先分辨一下 甲狀腺抗菌就容易治療 所以可能就是要去檢查一下身體 看一下指數是什麼問題 好 那中醫怎麼治療呢 那今天也不能光 生涯涯的來跟大家分享 我介紹一個我們中醫的 很好的就是說 指那個黃旗 葛跟止汗腸 那我可以 大家我們所有的手汗的患者 我請大家 你除了配合膝的調理 膝的治療之外 你來中醫就是 可以來煮個藥茶 對你的手汗滿有幫助的 第一個是黃旗 因為我們知道黃旗會補中益氣 就是你把你的腸胃系統 消化系統比較弱 把它調起來 黃旗 那第二是葛根 葛根它是豆科植物 它可以幫助我們的 腸胃道的一些消化酵素 跟山藥很像 第三個這綠綠的叫做經戒 經戒 經戒本身是中醫治感冒的 是讓它可以穩定我們的 這個交感神經興奮 汗腺的興奮 一般來說就是大約10公克 大約3千 我們用500cc的水給它煮開 然後給它當茶水喝 黃旗 葛根 止汗茶 基本上對你的這種 腸胃系統引起的手汗症 滿有幫助的 還有我今天帶來叫做 桑葉 長寶寶吃的桑葉 桑葉是專門指 倒汗 驅汗的 就是說剛才提到什麼 容易緊張壓力的 睡不好造成的手汗症 你就用桑葉 給它煮水當茶喝 也可以一起加進去 也可以來洗身體 洗身體 不管是腋下 你的手掌 你會發現你的手汗 會得到一種緩解 假如說你覺得不想開刀 你又怕有其他帶腸的問題 我們就可以用桑葉 給它煮水喝 然後可以外洗 我有女朋友 她有這個手汗的問題 她說可以買一種藥 就是說她有重要約會之前 她就吃了那種藥 然後就可以比較緩解她手汗 這是什麼東西 它主要是抑制乙烯膽鹼的分泌 有這種藥品 這種藥品它吃了以後 它會讓你的膠感神經 比較壓抑住 但是問題是 它有很強的副作用 對 這個 它汗水減少了 嘴巴也變乾了 口水變乾 對 然後心劑會心跳很快 所以副作用 有時候因為太嚴重了 很多人沒辦法吃 甚至更嚴重 還有眼睛視力會模糊掉 所以這個藥物的副作用滿強的 真的是滿困擾的 多汗症或者是糊臭 之外還有一個小困擾是 很多人都覺得該怎麼辦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有一位小姐被火燒心所苦 火燒心就是胃食道逆流的 一種症狀 還會伴隨著胸痛 胸悶跟打嗝 但是這一打嗝 呼出了又酸又苦的味道 還影響到社交活動 這難為情 病患有時候會因為飲食 彎身或是躺下的動作 讓胃食道逆流更嚴重 當然也會使口臭加重 要保持好口氣 就得要仔細照顧好胃 產生新聞 古時期吳嘉明 台北報導 胃食道逆流一定會有口臭嗎 那倒不一定 看嚴重到什麼程度 如果說你只是稍微 有時候因為吃多了 胃部壓力很大 然後稍微提早 還沒有消化你就先躺下來 當然會有一點點逆流 這種已經嚴重到 就是可能都已經有黏膜受傷了 可能有點發炎了 所以它會消化就開始不好 導致打嗝很臭的味道會出來 應該是這麼嚴重 所以除了胃食道逆流會造人口臭之外 還有什麼原因會造人口臭 像之前我有一個朋友 他本來口臭非常嚴重 結果後來醫生去發現 其實是因為他的牙周病 非常非常嚴重 所以他後來治好牙周病之後 莫名其妙 他口臭就差很多了 就胃道病很少了 牙周病是一個原因 還有你們不要忘記 還有抽菸 抽菸 對 而且你們男生會就是 老菸腔 我有一個例子要分享 因為我一定要藉這個節目來暗示 告訴那位名嘴 你非常的嚴重了 因為對我們大家造成一個困擾 這是前幾天發生的事情 因為我們就是有一些名嘴 他不是記者出身的 可能就是我們比較不常碰到他 有一次我們上節目的時候 男生他就坐我旁邊 就這邊這個位子 有的時候有一些節目 他位子沒有隔那麼遠 是要靠在一起的 然後這一位名嘴 他在講話說 就有一個壞習慣會噴口水 你如果噴一、兩滴口水就算了 他的習慣是這樣 他一開口講話 他就是整坨的水就噴出來 剛好我坐在他旁邊 我是眼睛、鼻子、嘴巴、整張臉 就完全溶罩在那個水當中 已經噴出來了 因為鏡頭會照到我 我還要表現 是喔 然後現在都用智慧型手機 我這個鏡面上全部是水珠 然後重點是很臭 很臭 很臭 然後因為又噴到我的眼睛 我連那個假睫毛上都是水珠 我非常的痛苦 我真的很想流眼淚 兩個人 然後他過來又一直噴 真的 然後一直噴 後來到第二次 我又碰到他的時候慘了 他又坐我旁邊 你知道那真的是個酷刑 而且這是噴得更厲害 這整個都是水 然後好臭好臭 到第三次我看到他的時候 我真的驚恐萬分 你會跟他說嗎 沒有 我就跟製作單位說 我求求你們 我們的嘴巴會臭嗎 有一個很重要的機制 我們常常會吞口水對不對 如果你不吞口水 一段時間以後 你嘴巴就會開始臭 我有時候會覺得 醫生煮嘴是因為太累